各位同学在你学完科学的方法之后 紧接着我们要走入实验室 我们要来了解两种 你在国中必须要知道的显微镜的须知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介绍显微镜呢 你要知道在后面 你的第二章马上就要开始介绍一个 第一次段考非常重要的内容 也就是细胞了 那我们目前对于所有细胞的认识 对于细胞的研究发展等等 当然最直接就是建立在 能不能观测到这件事情 那好加在现在的显微技术越来越厉害了 我们的显微镜也越做越好 然后我们对细胞的观察也会越来越透彻 所以实际上显微镜跟细胞这两个东西 基本上是形影不离的 后续老师在介绍细胞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实际上给你看一些细胞的样貌 而那些样貌也都是从显微镜里面拍来的 所以我们后续如果要细胞课程顺利 那你得先能够了解显微镜 还有要了解怎么使用 OK 毕竟你现在看着影片 我们不像实体课可以手把手 我真的老师就准备好显微镜 然后带着你看 影片的方式 我们就只能 你可能就看的荧幕里面的画面 老师一样会介绍给你听 不过没关系 就算没有实际做的实验 老师一样讲的一口好实验 让你能够了解 让你能够想象你也正在使用 OK 那刚老师提到有两种显微镜 是你在国中时期要会的一种 就是现在在我们画面里面呈现的 我们叫它富氏显微镜 而另外一种叫做解剖显微镜 所以首当其冲的就是 如果今天考卷 丢了一个图图给你 然后问你说 这是什么显微镜的时候 你要能够辨别可以吗 所以一般而言 你最直观的可以去观察 你看富氏显微镜 你可以自己按暂停 然后稍微观察一下 然后你往下看 这个叫解剖显微镜 你可以看一下 那么两者的差异在哪里 你看老师把重点停在这里 你会发现最直观的差异 用什么判断 它镜头的数 那么解剖显微镜会有两个镜头 而富氏显微镜是一个 这样OK 所以你会发现 考试的时候最直观的判断 的确是用它能够观测的镜头数 来做判断 好 那我们来先从富氏显微镜 开始介绍起 那富氏显微镜 来洋洋傻傻 有可能到时候学校老师 会丢给你一张图 然后他会把现在 我们的所有构造 他就全部拿掉 然后要你从头到尾 这个构造的名称是什么 你必须要填得出来 所以可以的话 你在现在在看影片的同时 就把这些构造记起来 这样是最理想的 OK 好 那我们就由上网下介绍 整个富氏显微镜 该有的构造有什么 首先你可以想想 我今天要拿来 拿富氏显微镜来观测 我的眼睛看哪边 当然看这个镜头 对吧 所以你可以在那边看 外把啾 就会放在这个位置 那既然我的把啾在这个位置 我的眼睛这样看 它离我的眼睛很近 所以这个镜 我们就叫它什么 这个镜 我们就叫它目镜 可不可以接受 这个镜 我们就叫它目镜 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 OK 然后再来你去想 我们今天要观察的东西放哪边 我觉得你从画面 你一定讲得出来 心屁的家 我看起来最合理的 我要观察的东西 应该要放在这边 我们的待观测物 所以我们的待观测物 会放在载物台上面 然后借由什么 拨片夹把它固定 然后你会看到 有一个镜对着它 那个镜叫什么镜 这个镜叫做物镜 所以你记得 目镜是直接 哎呦我们眼睛看的 离我们眼睛近 所以我们叫它目镜 那所谓的物镜 就是离我的待观测物 比较近的 那这个镜就叫做物镜 懂我意思吗 所以目镜跟物镜 那考试的时候 如果在形容的时候 你要讲得出来 它到底在讲哪 你要会OK 好那这边你就要小心 来我们先看物镜 先看物镜 物镜 你有发现 有没有短的物镜 跟长的物镜 有没有发现 那这个短跟长的物镜 其实就要藉由 旋转盘旋转去调整 那你说针锋要调整什么 哎我跟你讲 其实这个超直观的 因为我们一台线为镜 一样也可以决定 我今天要放大多一点 还是放大少一点点 那因为如果放大少一点点 我在使用操作上会比较简单 放大的倍率越大 我越难操作 所以就通常是要 让你自己去决定 我今天要放大的倍率是多少 还有看我今天要观察到的东西 需要放大多少 去做调整 所以你会发现 一台显微镜可能会有四个 或是会有三个 不一样的倍率存在 所以这个叫做物镜 那你去想 那怎么样倍率是大的 怎么样倍率是小的 这个是考试会问你的小结论 然后你注意看 因为这个拍起来有点反光 实际上这个物镜上面都会印它有几倍 这个物镜上实际上都会印几倍 可能就四倍啊 十倍啊 二十倍甚至一百倍 如果你买的比较高级一点的 所以上面都会写它的倍率 那你 我告诉你 通常最短最短这个 可能就是四倍或十倍 然后长一点点的 可能就会到十倍 二十倍 然后再更长 那种比较特别长的 那可能就会接近一百倍这样 所以物镜来哦 结论哦 小小结论你要说得出来 越长的物镜 它倍率就会越大 可不可以接受 这个小结论请你先记得 所以这个你可以甚至把我标起来 打星星 要特别记得 晚上睡着了 你妈在你耳边亲亲的问你 孩子啊 物镜是怎么样 你就讲越长 倍率越大 你要守到这样 OK 那为什么这份话一直强调这个 因为 来哦 小心哦 旁边这个 我们说靠近眼睛 那叫目镜 而目镜 你说针锋 目镜没有旋转盘更换了 我们会直接更换这个头 这个头也会有倍率之分 只是一般来讲 直接转旋转盘比较方便 我们不太会去调整这个头 但实际上这个头 也会有一个放大倍率的存在 可不可以接受 而这里的放大倍率 我会特别这样强调 就是因为它跟物镜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物镜是越长倍率越大 那上面目镜的头头 你猜越长倍率是越小的 请你小心 越长倍率越小 这是陷阱 可以吗 一般来讲 我们实际上真的不会去动到什么目镜 目镜动的几率真的不多 但是考试的时候某些会出比较难的学校或是私校 就喜欢这种小地方琢磨 你如果写的快快 你都以为长的就是倍率大 你就中计了 所以老师在这边提醒你 OK 所以目镜 物镜先回分 好吗 再来镜筒 然后手 要手拿着显微镜的时候 你要两手 一手要抓着镜壁 那另外一手呢 另外一手 来我们看最底下 另外一手 你必须要拖着最底下的镜座 所以你要小心 也会有题目 或是老师可能会直接随机就问你 说同学 我要拿显微镜 你拿它看 你不要很帅 就直接单手 就抓着镜壁这样拿起来 像流氓这样 不行 我们在拿显微镜的时候 标准的拿法 是一手要抓着镜壁 而另外一只手要从下面 拖着镜座 这样才比较安全 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开玩笑 你学校那会很帅 一定会有那种 就是白痴白痴的同学 可能就为了耍帅 单手拿着显微镜很帅 这个帅 就是帅那个moment 它只要一个 走路 然后不能啪 显微镜掉在地上 它就不帅了 就是这一台都很贵 我跟你讲 所以这个 要拿显微镜 还是小心一点 所以如果今天学校 有机会做到实验 拿显微镜 记得就是一手 拖着 一手拿着镜壁 另外一手放在镜座 OK 这个OK之后 然后接着我们继续看 然后再往下 旋转盘 刚才跟你说过 它是旋转物镜 调整倍率的一个构造 好 那在这边来往下 那我刚才说的观测物 就是我要观测的东西 我们要放在这个 在物台上面 但放不是随便乱放 我不是用 我东西直接 就给丢在这边 没有 我们在用 富士显微镜 做观测的时候 都要把我的观测物 放在所谓的波片上 所以在波片夹这边 来帮老师补充 你不要画在 直接画在上面 因为画在上面 那个图应该不见 所以我们画在旁边 所以这个 我们会有一个 比较长型的波片 我们叫它什么 我们叫它再波片 老师那个手写板 因为老师现在桌上 刚好放超多东西 所以手写板放很远 所以写字有点不好写 再波片 再波片 这样 这个叫再波片 然后我们的代测物 或是我们要观测的东西 就会放在 我们的再波片上 然后聪明的你 我们上面 因为我们会害怕 我们要观察的东西乱跑 所以通常还会再盖一个东西 叫什么 我们通常还会再盖一个东西 盖这个我们叫它 盖波片 所以你要先了解这个名词 老师不一定会介绍 因为他会觉得 这个是常识 这你应该老早 自己就应该会的东西 但后来老师实际上 发现其实很多同学 连他们的名词 是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画一下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我们的代测物 放在菜波片上面 而上面会盖上盖波片 OK 而我们的物质 就会放在这儿 来看一下是否安好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再配置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些小梅杆 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的代测物 或是我们要代观察的物质 你要告诉自己 这个代观察的物质 越薄 越透光 是越理想 越好观察的 可以吗 好不好 写越薄 越 好 透光 这样越好 越理想 我们的富士显微镜 在观察的时候 底下有个光 会从底下一路照上来 如果我的波片 放在这边 然后我的那个观测物超厚 那它就会把从下面上来的光 直接挡住 那你会无法观测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在使用富士显微镜的时候 我们观察的东西 一定要能够 这个就是考验你的手工艺技巧 能够把它削得越薄 然后越能够透光 这样越好 因为你要知道光是从底下打上来的 OK 这个小东西小镁杆 这是你需要注意的 好 真风就一并的提醒你 OK 好 来 那万事俱备了 哎呀 你上面那个镜 那个雾镜 木镜也懂了 然后你也知道观测物放哪了 接着 我想 不是东西放上去 你就很开心 很期待 就 我东西都准备好了 然后你马上就从你的木镜 就直接看下去 然后你就会说 诶 真风 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请记得 在操作显微镜的时候 你必须要会一个技巧 叫做调整焦距 每一个倍率 能够观察到的焦距 能够观察 我们今天要观察东西的焦距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聪明的你 我们在一切都准备好之后 接着 你有沒有看到旁边有调节轮 这个调节轮 有分大圈的调节轮 跟小圈的调节轮 这个可以拿来调整 债务台的升降 那为什么要调整 债务台的升降呢 我刚才就跟你说 我们要去找到 现金倍率下 能够观察到的焦距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就变成 你要开始上上下下去做调整 好那问题是 你说真风我哪知道焦距是什么 我想你不要问我 我也不知道 你就真的得实际操作看看 所以你就变成你的眼睛 要盯着目镜 然后接着去转动 出调节轮 记得真风讲的 先转动什么 先转动出调节轮 为什么 因为出调节轮 上下的幅度比较大 可以吗 所以让我快速的 大致上去找到对应的焦距 所以我先快速的 上下的调整 调整 那就后来这风刚好一瞬间 我有观察到东西 只要你有一瞬间 好像有观察到东西 代表你很接近我要的焦距了 可不可以接受 所以出调节轮 它可以快速的帮你找 但是我跟你说 出调节轮找的是大概的焦距 所以正确的使用顺序是什么 来哦 听懂哦 我先用出调节轮 我好像看到有点模糊的状态出现了 代表我快要观察到我的代测物了 于是乎我就停下来哦 接着我要做的是细部调整 当你发现很接近 就只是有点模糊 我快要看到了 那我做的就是微幅调整焦距了 那要谁才能做到微幅调整 要做到微幅调整的就是我们的细调节轮 可不可以接受 所以顺序一定是先怎么样 我们在观测的时候一定是先出调节轮 帮我找大概焦距出来 接着再用细调节轮 缓慢的去找到什么 应该说仔细啦 不要说缓慢 仔细的去找到对应的焦距 你才可以在显微镜里面 看到我们很清晰的影像 懂我意思哦 所以这边有一个小口诀补充给大家 你要讲得出来 在显微镜找焦距的调整上 必须要先怎么样 先动出后调细 一定是先动出调节轮 再用细调节轮 可以吗 所以这里会有个小口诀叫 先动出后调细 有些同学可能会一瞬间 天哪 真风这句话好奇怪哦 你如果有听得出来就听出来 没听出来也没关系 代表你很纯洁 要不然最近不是什么性骚扰 案件频传 这句话这样会变得有点敏感 先动出了再调细 老师讲的 老师没有在开玩笑 老师只是在跟你讲 要先动出调节轮 再动细调节轮 先动出后调细 这个技巧很重要 你要记得所谓动出系调节轮 他要做的目的 老师把他写完整一点 他可以调整 债务台的升降 你可以帮老师补在旁边 老师写的仔细一点 调整债务台 真风自己没事写复杂的台 来我要写这个 调整债务台的升降 那为什么要调整 债务台的升降呢 因为我要找到 好 老师脑袋撞到 竟然写抓 找到 找 找 找 忽然忘记找 找 找 我想起来了 找出正确的焦距 好哦 来哦 帮老师写上 好 看一下到这 这个是否安好 哎 我跟你讲 这个章节因为难度比较高 而且你现在 毕竟在 可能你多数看影片的同学 可能是在暑假啦 所以你还是在一个 比较free的状态的情况下 你可能专注时间没办法太久 你就是听到这边 你开始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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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风快不行了 OK哦 你就按暂停 你就按暂停 啊你不是说什么 开始毛起来看旁边的YouTube 你可以站起来走一走 可以开始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重振 重振旗之后 你再做回 那个我们的电脑前面 再继续把后面听完 OK 好所以来 出调节轮的功用 帮助我找焦距 来看一下你是否安好 好啊 如果你可以继续的同学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咯 其实我们的构造也 almost的介绍完了啦 我们还剩下什么要介绍而已 你有发现就下面啦 下面就是下光源 这里就是个灯啦 这里就是个灯 然后老师少弄到一个东西 你可以帮老师标 在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圆盘 然后这里有个洞洞 有没有那我的光哦 就算我下光源直接打上来 通常这边 你们到时候学校显微镜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边会有个开关 或是它是个转盘 你可以转 你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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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可能会有一边是光线亮 一边是光线暗 你可以转 你就可以自由的去调整 然后我们在视野下 到底观察到的东西 是亮还是暗 那这里除了可以调整以外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调整 还有这里 就是老师刚才跟你说没标到的地方 这里会有一个圆盘 就是会有一个圆盘 然后它可以控制 我今天有多少光可以透过来 这个叫做光圈 所以这个是在控制我视野 我观察到视野的亮与暗 包含这个光下光源 还有光圈 能够做这样的调控可以 好那 针锋 因为我挑的显微镜 就是真的是比较现代的显微镜 我相信到时候你们开学 你们学校显微镜 应该也是这种比较现代型的显微镜 但是学校的考卷 不一定是现代型的 就是底下你要小心 我这边有没有看到针锋写的 以前是反光镜 在不是我这个年代 我跟你同个年代 看影片的同学 我跟你是同个年代 在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 比较久远以前的那个年代 我们用的显微镜 底下还没有办法插电 所以就还不会有什么 还不会有这个光 就是可能有主动有灯泡 可以打上来的那个年代 他有什么 他会用的东西叫反光镜 他就真的用镜子 然后去让外界的光 或是自然光 来了之后 然后藉由镜子的角度 然后反射光线上去 那个是传统时节 所以你真的有时候 你在学校考卷看到底下 所以针锋 为什么他底下没有画灯泡 是画镜子 我想他也没有错 他只是画比较古老以前的显微镜而已 懂我意思吗 不过现今的显微镜 就会是像我讲的 底下就会是一个灯泡的情况 你们学校应该9成9都是这样 但也有同学跟我分享说 他们学校真的有那种传统式 还有人拍照给我看 就是针锋 我们学校真的还有这种 是用镜子在反射的 的确会有 然后我有看过更神奇的是 因为像这种灯都需要插电 所以他其实后面会有一个插 就会有一个插头 就要插电 然后他就说 针锋我们也是灯泡 但是我们没有插电 然后说那那个灯泡是怎么样 是充电式的吗 还是电池式的 他都没有 他们是手摇的 就是要旁边有一个东西 可以一直摇一直摇 一直摇可以发电 就像小时候你拿那个手电筒一样 他扔通通通通发电 有人要旁边一直摇 他底下的光才会亮 只要不摇 底下的光就渐渐暗掉 接着到了解剖显微镜的部分 解剖显微镜最直观的 你就会发现 它就会有两个镜头 两个镜头 其实你在观测上 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一样上面是目镜 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就是两眼同时这样放下去 如果两眼放下去的时候 我刚才针锋一直强调跟你讲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第一件事情 是你必须要来帮老师划线 这里有个刚才复制显微镜 没有的构造 叫眼距调整器 我们必须要先配合眼距去调整 你比较舒服的观测的一个姿势 什么意思 比如说有些人眼睛很开 如果有人长这个样子 那我就必须要把我的解剖显微镜 我的眼距调整器 把我拉开来 然后让我可以方便观察 因为有人天生脸长得很密集 什么叫脸长得很密集 可能有人长这样 如果长这样的情况下 那这时候你就只能想办法 把眼距调整器给靠过来 靠紧一点 然后让我可以方便观察 懂曾锋老师在讲什么吗 所以我跟你说 在使用解剖显微镜的时候 首先你必须要先调整眼距调整器 让自己知道自己舒服的情况 因为每个人的眼距都不一样 所以先得配合眼睛的距离 所谓的眼距就这里 你要先配合眼睛的距离去做调整 当然针锋画的是两个极端 你要长这样的同学 跟长这样的同学应该不多 大家应该都是长比较正常的样子 只是要为了举例跟你讲 比较极端的情况 所以你必须先调整眼距调整器 所以会有题目说 我要先怎样再怎么样 那聪明的你就是 先调整眼距调整器 再调整眼胶调整器 这是我在讲解剖显微镜的时候的 第一个重点 可以吗 先调整眼距 再调整眼胶 这个是你必须要注意的 看一下是否安好 然后下面 一样会有调整焦距用的 就是调整我整体 不过它的调整 就不是在物台的升降 它是整个就是调整整台 那个接剖显微镜的升降 然后这边一样 有倍率调整器 可以去做调整 这个其实相关的概念 跟我们讲的 富士显微镜 其实就蛮类似的 所以主要比较大的不同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它多了眼距调整器 跟眼胶调整器 然后它的光 是从上面打下去的 那既然它光 是从上面打下去的 它需不需要像刚才一样 削成薄片 它就比较不需要了 我们的截剖显微镜 就不太需要什么 我一定要把物质削成薄片 而截剖显微镜 观察到的 也会是比较立体的情况 等一下相关的比较 会是很重要的考题 老师在后面会额外整理 你先就外观上来看 来看一下你记不记得 外观有什么样的差别 底下来 一样操作的原则 针锋带大家看一次 首先视镜子一样很重要 然后要调整到对应的眼距 然后接着再调整眼胶调整器 而藉由截剖显微镜 观察到的食物 跟原先的 就观察到影像 跟原先食物相比 是相同方向的 所以我说 你可以这样想象 当然实际上不是如此 但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感觉去想象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是放大效果更强大的放大镜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但实际上成像原理 如果是你以后学过国二的理化 相关概念之后 你会发现差很多 不过你观察到的样貌 有点类似 就是它观察到的 会跟原本的食物 是完全同向的 不会像刚才上下颠倒左右相反 所以在截剖显微镜的操作上 观察是比较方便的 可以吗 所以两者 其实你要因应你所要选用 或是你要观察的东西 去挑选我今天到底要用富士显微镜 还是用截剖显微镜 因为各有优缺 各有优缺 好那老师一度介绍到这 你应该心里会累积一些疑问 就累积一些 你刚介绍这个 再介绍这个 你应该开始会想 有没有一些比较 可以帮你整理起来 当然有 来吧 来我们来看我们的比较 这里 在老师已经把前面的显微镜都看过之后 来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富士跟截剖显微镜 通常是一个镜头对两个镜头 看图图你要分辨的出来 而观察到的内容 富士显微镜是上下怎么样的 上下颠倒的 左右相反的 你观察到会是这样 左右相反 而截剖显微镜观察的到会是什么 会是同相的状态 再来你观察到的影像 这个帮老师改一下 两者观察到的都是虚相 至于什么是虚相 老师只能先快速的告诉你 我只能在镜头里 就是我们在镜头里可以观察到 这样就叫虚相 什么叫实相 实相是那种像你去电影院 然后电影院有那个放映机 可以打出来的影像 能够打出来 然后成像在墙壁上那种 那种叫实相 只能直接借有可能我要从什么 那个镜头里面才能观察到我的影像 那这样叫虚相 不过这个听听就好 这个不会是现在的考试重点 你要考试重点 还是要着重在物体跟食物的关系 你观察到的关系比较重要 然后放大倍率 来咯 这里就很重要咯 放大倍率 富士显微镜放大倍率比较大 所以为什么上下颠倒 左右相反 我还是要用富士显微镜 我要的就是它更大的倍率 懂我意思吗 而解剖显微镜 它能够放大的就会是比较小的 那也就因应着放大倍率的差异 来咯 重要咯 我能拿来观测的东西不一样 所谓的富士显微镜 通常会拿来观察细胞 你可以帮老师写 或是观察一些肉眼不可见的构造 通常富士显微镜 对应要观察的都是这些 而解剖显微镜观察的呢 解剖显微镜观察的通常可能像什么 昆虫触角 我想把昆虫触角看得更仔细 那我就用解剖显微镜 而这个通常观察到的是肉眼可见的部分 可以接受吗 所以两者 两个显微镜各有优缺 而你就看你今天观察到是什么 然后我们去挑选对应的显微镜 如果观察的是细胞 我要观察肉眼不可见的 当然我就观察富士显微镜 而因为我刚才跟你说 我要把它尽量削成薄片的关系 所以你看到的也是会比较平面的感觉 而解剖显微镜 因为像你观察都是一些肉眼可见的 像昆虫触角这种 我直接摆放的 而我光是从上打下去的 你观察到的样貌就会是比较立体的样貌 懂我意思 所以富士显微镜与解剖显微镜的差异 你要讲得出来 好所以当你可以讲得出来 他们的关系 他们的放大倍率 适用的环境 还有感觉之后 来最后一个 这个super super super important 这种考题会考什么 来哦 首先左边我跟你说 这叫做富士显微镜 右边我们叫他解剖显微镜 然后他跟你说 我今天要拿来观测 来假设富士显微镜 要观测什么 要观察水中肉眼不可见的小生物 肉眼不可见的小生物 我们长得奇形怪状 你就随便画一个小生物 而我今天利用解剖显微镜 来观察蟑螂 好可爱的卡可若驱 好我们来观察 或是观察小虫虫 我不一定是张 我观察小虫虫 然后你发现 现在在视野下 我观察到的是 他们都在右下角 我为了要仔细观察 我是不是一定要想把它调整到正中间 而富士显微镜跟解剖显微镜 该如何把我的观察物移到正中间 基本上是你第一次段考必备的技巧 首先听懂哦 富士显微镜 上下颠倒左右相反 所以你看到东西在右下角的时候 你看到东西在右下角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在左上角 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要怎么调整它 我就将我的波片往右下做移动 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要往右下做移动 再讲一次哦 你会发现东西在右下角 可是它实际上上下颠倒左右相反 它实际上的位置应该在左上 那如果它实际位置在左上 那我要怎么调整到正中间 就是往右下做调整吗 那你说针锋我觉得有点复杂耶 那也没无妨 如果你刚才那样直接都听懂的 那当然很棒 如果不能听懂的 你记得 记得针锋讲的 你还是写的对 考试一遇到富士显微镜 记得针锋讲的 只要遇到富士显微镜 如何调整 小口诀 物在哪 就往哪 物体现在在哪边 我就往哪边调整 物体现在在右下角 我就往右下做调整 这样就好了 可以吧 这是富士显微镜 结果显微镜看到的 我说它就是一个 比较放大变率 比较大的放大镜嘛 所以如果你看到东西在右下角 代表它真的在右下角 懂我意思哦 如果它真的在右下角 我要怎么调整到正中间 当然往左上啊 就很直观嘛 我往左上移 它不就该到正中间了 对吧 所以解剖显微镜 是很直观的调整 该怎么调就怎么调 可以哦 它所呈现的是它实际的位置 所以我可以直接调整 如果你硬要口诀 它就是物在哪 相反于物在右下 我就往左上调整 懂我意思哦 所以聪明的你 来哦你看上方 我说富士显微镜叫做物在哪 就往哪 可以哦 物在右上我就往右上 物在左下我就往左下 直接做调整 而解剖显微镜是直觉移动 我就是物在右上 我当然就下意识往左下移 物在左上我就往右下移 直接调整这样就好了 因为它是实际的位置 懂我意思哦 好哦 给你吸收一下哦 然后你可以挑战一下 下面这四题 你可不可以都讲出来 如果都能 那代表相关的比较 我想你是可以掌握的 好啊你可以自己先写写看 老师直接讲 老师就节省了我们的影片时间 老师就直接往下讲了 帅风在草地上发现一只蟋帅 想要观察它的触角结构 刚才真风我跟你讲过 如果我要观察肉眼可见的 我的选用肯定是选用 解剖显微镜 懂我意思哦 所以第一题选BB 这个基本上超简单 而第二题 来这个是老师儿子的名字 来这个念乙 好乙律 想使用解剖显微镜 来观察被麻醉的蜜蜂 结果要观察到 哎呦这只蜜蜂 现在在左下角 请记得真风刚才跟你讲的 这是解剖显微镜 蜜蜂在左下代表蜜蜂 真的在左下 那如果真的在左下 直觉移动不乱想 我要怎么把左下的东西 移到正中间 就往右上移就好了 很直观嘛 所以内题二 我就直接选A选项了 但你小心 如果这一题稍微调整 他跟你说 我使用的是负式显微镜的话 那我答案就选左下 懂我意思哦 所以你看底下的第三题 第三题就马上考你负式显微镜了 对不对 而且他跟你说 这个微生物还干嘛 他朝着图一的方向 图一是这张图 朝着图一的方向游走 代表他是不是一路往左下跑 那如果跑到左下 我要怎么调整 诶物在哪就往哪 所以物往左下 我要怎么追他 就往左下去追他 懂我意思哦 所以答案就选CC 这是范例3哦 所以解剖显微镜 负式显微镜 该如何调整 拜托 你一定要讲得出来 懂我意思哦 好 再来 这一题是考大学的题目 说啊 正风 你怎么给我写考大学的题目啊 喂 我跟你讲 这题就算是考大学的题目 我想也写得出来 他跟你说 我今天做观察活动的时候 显微镜对准观测物之后 结果他发现 视野下是一片空白的 一片空白代表着什么 我刚才不是有跟你说过 我如果直接把东西放下去 不代表我马上就能看 你还需要调整什么 还需要调整焦距 对吧 所以你可以帮我写上 你会没看到东西的原因 是仍需调整到适当的焦距 才看得到啦 那回答我要怎么调整焦距 是不是要上下的去调整 债务台找焦距 那你要调整债务台的过程中 靠的叫做调节轮 而调节轮应该是什么 先动出后调戏嘛 所以先动饼可以接受 所以最先最先我要动的 答案就要选比较大圈的 出调节轮 所以答案选C 来看一下是否安好 这两种显微镜 你有个概念之后 来哦空白地方 帮针锋补上一下 因为这个有部分的老师会补充 还有一种显微镜 叫做电子显微镜 这个因应最近的疫情 虽然疫情可能已经稍微趋缓了 但是病毒的讨论 其实热度都还一直都在 像我刚才讲的富士显微镜 观察肉眼不可见 可是富士显微镜的观测极限 大概其实就是细菌 你要拿富士显微镜来看病毒是无法的 因为病毒超级超级霹雳 无敌宇宙小 记得曾锋讲的 病毒用富士显微镜是看不到的 所以如果要看 我们得用电子显微镜 就是更高阶的显微镜来做观测 所以你只要有看到电子显微镜 它的放大倍率肯定是1等1的 不过这个显微镜你基本在这个年纪 应该还碰不到 这个都要到大学或是专业的实验室 才会配备 因为这一台50 100万的 这个不是什么每一间学校都买得起 就算买得起 也没什么东西让你看 懂我意思吗 所以平常的学校不会有 但如果你对这有兴趣 你以后上大学 你念到生物相关类组的时候 你就看得到电子显微镜了 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是放大倍率极大的 那可以拿来观察什么 来我可以拿来观察 你可以帮老师补上 如果我今天要观察病毒 或是我要观察什么 我不是要观察细胞哦 我要观察细胞内的构造 因为看细胞富士显微镜就能看了嘛 我要看的是细胞里面更仔细的构造 那用电子显微镜看 所以这个额外补充 告诉你还有这么样的一个显微镜存在 懂我意思 好来看一下是否安好 如果都OK 来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大比较 也是考试的超级重点 接着我们来看高低倍镜的比较 这里开始我们就讨论了 基本上都着重在富士显微镜 你要记得国中还是以富士显微镜为主 还是比较常见一点点 那曾凤刚才不是跟你说 我一定要先用低倍镜 然后再用高倍镜 而这里就会有综合的相关考题 那包含高倍低倍观察到的样貌 有什么样的差异 你都要讲得出来 我觉得我们直接来考验你好不好 你来看画面中间的这个图 你觉得哪一张图是高倍镜看到的 哪一张图是低倍看到的 然后你按暂停你自己想 你觉得哪一张是高倍哪一张低倍 我觉得你行耶 左边是低倍右边是高倍 可不可以接受 为什么左边是低倍啊 曾凤 你直接看细胞的大小啊 我所谓的高倍是不是代表放大的多 所谓的低倍是不是放大的少 所以左边应该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什么 左边就是我们所谓的低倍镜 而右边就是我们所谓的高倍镜 可不可以接受 从放大的差异直接看 可以吗 好那复习前面讲的哦 所谓的低倍配合的物镜 是不是就是短的 而高倍配合的物镜 就是长的对吧 啊目镜要小心哦 高倍就是比较长的是低倍的 而比较短的才会是高倍 好首先 以镜头长度来讲是这样判读 你要讲得出来 所以考试的时候有时候会对应哦 他会跟你说 诶请问如果是假这样 那我应该是用哪一个物镜看到的 啊你就要去选比较短的物镜 懂我意思吗 或是他会考说 诶是哪一个物镜看到的 啊你就要去选长的 啊如果今天题目调整着目镜 你也会选 就是会相反 好啊再来 综合比较在这里 然后这边把它框起来 综合比较这里 这个你可以的话 拿你的荧光笔 帮我把它框起来 这个就是考试最爱考的四个 低倍跟高倍的差异 来你看一下你讲不讲得出来 来啊以低倍来讲 看到的细胞数目肯定怎样 看到的细胞大小跟数目 你都要回低倍 你看细胞是不是小小的 高倍细胞是不是大大的 低倍的数目很怎么样 很多高倍的数目 你看到细胞会比较少 很直观嘛 可不可以理解 好啊再来 以范围来讲 因为低倍放大的比较少 所以其实会在视野下 比较一朗无遗 各个细胞你都看得到 所以范围会比较大 而高倍呢 你就只能看到这个范围而已 所以它的范围会比较小 懂我意思哈 最后最后 来super重要的叫亮度 亮度这个 你就会比较难以理解了 但如果你刚才范围是可以理解的 我这个范围大 这个范围小 针锋 用这个前提下来 我带你想 如果我今天范围大 代表我捕捉的 是不是就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光 对吧 我一下子范围超大 所以我四面八方的光 都跑进我的镜头里面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亮度会比较亮 也就代表我的光圈 要不要调很大 不用 因为我原本捕捉的光就够多了 那如果是高倍 高倍我就只观察这么一点小范围 我把这一点小范围看得比较仔细 没错 但我看的范围很小 能够捕捉到的光就很少 所以我需要额外从中再帮它补灯光 因为它的亮度是比较暗的 懂我意思哈 所以这个亮度 低高背径的亮度比较 超级重要 可以哈 因为这个很容易相反 很多人就觉得低背径暗 高背径才亮 错 低背径捕捉的光多 所以低背径亮 高背径捕捉的光少 所以它暗 你要讲得出来 所以后面 你说针锋为什么写反光镜 因为考试考反光镜 考试不会考那个灯泡大小啊 所以反光镜 配合的就不一样 我刚才说低背径很亮 配合的反光镜 捕捉光的能力就不需要太好 因为我低背径的情况下 天生就很容易抓到光线了 所以我只需要一般的平面镜 就能够反射足够的光线 而此时光圈开小小的就好了 没什么差 而高背径呢 高背径因为它本身捕捉的光线很少 所以可以的话 我要主动的帮它聚集更多的光线 那如果要聚集更多的光线 使用的叫做凹面镜 看一下是否安好 使用的我们就会叫它凹面镜 而它的光圈就要开比较大 才能让更多的光线跑进来 懂我意思 所以这个你要会 就是后面的光线调节的部分 你可以的话也把它记起来 不过我说考试阻力还是这个 考试阻力还是这个 最后调节轮的使用 低背径其实就是针锋教你的 我要先找到它再仔细调 所以是不是先动出后调节 而高背径我要告诉你了 为什么刚刚一直强调低背径要先找到 因为当你都找到 然后你像现在这张图 已经把东西放在正中间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想要转高背 老实讲我就是直接调整旋转盘 当我调整了旋转盘之后 反正我知道 我的细胞一定还在正中间 而这个时候会不会因为我调整旋转盘 一换到高背我的东西就彻底消失 我想不会 一开始是最难找的 当你一开始你已经找到 低背径你已经要找到 什么东西就一切调整 我直接转成高背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奇的事 当我一转成高背的情况下 它直接就已经是雾雾的状态 就是已经是快找到的状态 你只需要再微调 就能找到对应焦距 懂我意思吗 原本如果你一开始就使用高背 你会直接超级大海捞生 可是如果你是从低背 慢慢的找上去的话 那你只要低背有找到了 你只要原地转旋转盘 就已经会是糊糊的状态 所以这时候 你就不要再给我动出调节轮了 因为出调节轮上下浮动的很大 你因为一动下去 它就又消失了 你就全部从头来 所以这个时候 紧动细调节轮 紧调细就好 来帮老师写上 这个时候只需要微微调整 我跟你讲 这时候动出调节轮会一片悲剧 记得针锋说的 因为高背径很长 然后你的波片标本 已经这样了 你懂吗 有时候其实你会靠超近 然后细调节轮 因为走微微的动一点点 难免就没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出调节轮 恰恰动很多点 就会发生一个悲剧 万一你刚好会给它往下调 它会直接砸碎撥片 是有可能的 如果撥片里面又有一些议题 你会跟物镜直接玉石俱焚 会很麻烦 以前我们实验室真的发生这种案例 所以你要小心 就是只要是高背径 记得针锋说的 高背径就调细就好 OK 好 那再来 这个如果你有个概念 来我们来试着写下面三题 如果这三题你也都写得出来 我想非常非常的赞 首先他跟你说四倍观察到这样 那如果换成十倍 应该观察成什么样 如果放大成十倍 是不是就是这张图 再直接变更大 就是十倍了 对吧 四倍都这样了 十倍就再大一点 所以范例一答案选谁 答案选猪猪 可不可以接受 范例一答案选的是猪猪 而范例二呢 范例二是我觉得历来考过的 显微镜题目里面 算是数一数二好的 你要先能判断谁是高倍 谁是低倍 那从放大倍率来看 图一就会是我的高倍镜 图二就会是我们的低倍镜 可以接受 那如果要比较物镜长短的话 那物镜甲一定比物镜乙来的更长 A选项长这样 可以接受 那如果今天 他是比较高倍的情况 那刚才说 什么东西都放大的比较大 但是视野范围会比较小 所以我物镜甲观察到的面积比较小 是合理的 B是对的嘛 那C要怎么改 我今天放大倍率少 但是看到的细胞会很多 对吧 所以C要改成多 最后 如果我要把X 调整成正中央 请记得这叫副式显微镜 针锋告诉你副式显微镜 叫做物在哪 就往哪 物今天在右上 所以我就往右上方移动 懂我意思 所以答案 主选项要改成右上方 可以接受 好 这是范例二的部分 看看你是否安好 而最后来范例三 给你试试看 我觉得看影片的同学 应该会大展长财 你看呀 郑峰 这个超简单的啦 好 所以聪明的你来七块买 我要观察到数量最多的细胞 我要模仿你 观察到数量最多的细胞 郑峰我会 找低背镜 对不对 对 没错 你又这样想法超棒 那我会啊 那低背镜的情况下 20倍 所以选A 针锋谢谢 我们结束了 真的是这样吗 你说不对吗 不是就这样吗 不是观察要观察最多的细胞 就直接低背 直接低背不就选A 我跟你讲 这就是坏坏题 什么叫坏坏题 你看题目今天给你的条件 目镜是15 目镜是这样 所以我怎么样可以抽出最低倍率 10乘4啊 10乘4 40倍 有没有机会再弄出更小的 没办法 我今天配对起来 最低最低的倍率 其实就是多少了 最低最低的倍率 你有发现就是40倍 如果最低最低的倍率 就只有40倍的情况下 A选项就是出来干嘛的 A选项就是出来骗你的啦 看看你有沒有来看题目啊 真的会有这种题目 你说天啊 这也太坏了吧 所以答案要选B哦 真的会有老师这样 会 而且很容易出现 这就是这里很典型的陷阱 可以接受吗 所以你就很直观的 然后这样直接把它弄一弄弄一弄 你就中计了 你要小心 有时候还要根据题目 丢给你的条件 然后你去看 去判断 实际上真正最低倍率是多少 不见得是他选项写的 所以选项就算写了一个20倍 我也配不出20倍 所以答案才选BB 答案才选BB 这个就是真风把这题放在这边 想要特别提醒你的原因 OK 好那这里 其实就算是阶段性的一个上完了啦 然后接着老师准备了两个比较综合的考题 那这两个综合的考题难度比较大 所以前面你务必真的都已经完全了解了 你再来调整最后的 再来挑战最后两题 OK 好所以你可以前面先翻一翻 然后看一看行不行 如果前面都OK 来我们来看最后面了 首先第一个题目就是直接 他就把所有考试会遇到的疑难杂症都写给你啦 他就跟你说这是富士显微镜 而且他已经在高倍镜的情况下观察到的问题 那他想要观察的叫E.coli 这个念法叫E.coli 叫大肠杆菌 然后他发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分别问你说这些问题要怎么去做调整 来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全部都学会了 首先如果我发现影像是模糊的 我必须要调整的是什么 题目我说在高倍镜的 而曾峰我告诉你 高倍镜的情况下仅需要什么 调整细调节轮 来第一个问题 看你是否安好 细的调节轮 好哦 然后再来 如果 如果我今天倍率太大 其实我想要观察到整支的 我想要观察到整支的大肠杆菌 我不想要只观察大肠杆菌的那么一点点 那我是不是就要重新再把它调回低背镜 所以我要怎么样 需调整旋转盘到比较短的物镜 对吧 越短的物镜是越低背 现在太高倍了 我想要低背一点 来来 如果亮度就太暗了 那我必须要调整什么 我必须要调整光圈 让上来的光可以多一点 或是我可以调整什么 我可以调整反光镜 把反光镜调整成什么 这我要额外补充的 把它调整成凹面镜 可以捕捉更多光 或是我就是单纯开那个灯泡 我把灯泡调亮一点 所以你也可以告诉自己 如果是旧式的 当然就反光镜 如果是新式的 我就把灯泡调亮 OK 好 再来最后 大欧的杆菌 我的Ecolite往右上方跑了 而今天是负式显微镜 所以负式显微镜 物在哪 我就往哪 所以物体往右上跑 我就往右上方移动 可以接受 所以这一题答案 就是这样子把它点掉 这是我们的第一题 这一题如果OK 我们来调整比较困难的第二题 那接下来这一题难度就有够高了 然后这里会补充到 比较仔细的 解剖显微镜使用方法 所以这一题非常可以的话 尤其是第二小题很重要 我也希望你可以把它学起来 首先小峰用培养品 抓到家里的蚂蚁群 然后用复读显微镜 这就是解剖显微镜 相信你能判断 那下列叙述何者是错误的 那我必须必须跟你先承认 老师在编这一题的时候 其实半夜 大半夜有点度估 所以等一下你应该会挑到 不止一个错误 因为那时候脑袋撞到了 所以有选项在改的时候 有两个选项是错的 首先如果今天视野 里面的蚂蚁往左跑出视野的话 应该往培养品 应该把培养品怎么调整 你要讲得出来 如果它是解剖显微镜的话 是不是直接观察 它往左下跑 我就往右上调整 所以A选项不是往左 就是我单纯就是一样向右观察 向右做调整 所以A选项就错了 A选项就错了 然后再来两倍镜观察到的会比四倍的多 这没问题 第一倍观察的本来就比较多 所以我的B是对的 然后再来我们在视野下观察到的蚂蚁会上下颠倒 左右相反吗 也不会喔 解剖显微镜观察到的应该得是同向的状态 对吧 所以C也是错的 然后聪明的你如果换成四倍观察 从两倍换成四倍 越高倍镜会越暗 合不合理 合理啦 所以第一题 实力嘛 say 变得多选题了 叙述错误的有两个选项 分别是A选项和C选项 可以接受 好来如果这个OK 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帮老师打三颗星 你先这样看 你会 谎一然你会觉得四个选项都对喔 首先第一个是蚂蚁 把它放上培养名 我就把它直接放在下方了 那这个不用做成波片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观察到的 其实它是那种立体结构 而且它不像是我们今天需要透光的情况嘛 所以这个跟富士显微镜不一样 它不需要做成波片 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再来我打开光源 调整适当光线 然后可以调整眼胶调整器 来让我的视野合一 这也是对的 然后你说针锋 那是不是要先调 因为像我刚才跟你说要先调眼胶再调眼距嘛 但是来喔 这里我必须要跟你讲个仔细一点 我们要怎么调整眼距调整器啊 所谓的眼距调整器 是要想办法去调整双眼视觉上的落差 所以通常眼距 眼胶调整器 就这个眼胶调整器 你有发现它不是两边都有 它只有一边有喔 眼胶调整器它只有一边有喔 所以实际上来假设这边 这边看起来是左眼吧 我应该正确的使用顺序来听懂 我要先用左眼看我的显微镜 然后用左眼看我的显微镜 然后我先用调节轮调节 然后直到我看清楚 然后我看清楚之后 我要看看我右眼是不是也可以看得清楚 因为两眼有时候会有视觉上的落差 而这个时候我就用右眼一起来观察 如果发现糊糊的 再借由眼胶调整器去弥补两边视野上的落差 所以正确的使用顺序应该先什么 先转什么 先转调节轮到对应的部位 所以要先让东西变得清晰 再去转动眼胶调整器 去调整两眼的视觉落差 可以吗 所以第二题要选的C选项 这题超难 因为一般而言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解剖显微镜该怎么使用 因为大家都很直观的使用 调整通常以前的你可能都调整好了 所以你也不需要用到自己调整的机会 所以我跟你讲再讲一次 所谓的眼胶调整器 其实是得先我先用单眼 比如说我先用左眼去观察到清晰的影像之后 我把右眼补上来 而我要去调整两眼视觉上的落差 才会用到眼胶调整器 所以我得先调到适当焦距 所以我得先调出调节轮到适当焦距 然后再来调整两眼落差 所以第二题应该要选C选项 然后珠选项这个东西可以直接调高倍 对这我们前面有讲过 可以直接借由这个去调整我的倍率 所以珠也是对的 所以这题错的是C选项 但老实讲要找到它的错还蛮难找的 这是第二题 最后一个超简单 最后一个我看到的图形长这样 如果在解剖显微镜下看 它就是一个放大倍率比较大的显微镜而已 放大倍率比较大的放大镜而已 所以看到的不会上下电到左相反 会完全相同 所以你选择的图案应该是珠选项 懂我意思 所以第三题我就直接选珠 做一解答啦 以上是我们显微镜部分的介绍 那我相信老师讲的应该超仔细的啦 如果你看了影片过程当中 有任何还是不太清楚的地方 当然欢迎你随时跟老师联络 那一样哦 如果你有上付费课程的同学 直接私讯老师 如果你只是单纯看影片的同学 然后你听完影片 有一些茫然或是听不懂的地方 你就直接留言在影片下方 都可以直接 老师看到了就会都会回应这样子 希望这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 祝福大家学习这里顺利 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